四五分鐘 主席 各位同仁 我們吳院長 還有行政院的 所有的官員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主席 我可不可以請吳院長 還有江警長 好不好 吳院長 麻煩你看一下 PowerPoint 最近有三個人讓你頭痛 其實有點對不起你 一個當然是你的女婿 也不會不會 一個就是楊署長 一個就是 王清空 王部長 這三個人讓你 坦白講有點對不起你 其中這個林醫師 他是北醫 但他假裝說 台大 這當然變成醫界的笑柄 不過這個不是政務人物 我們今天不在這裡談這個問題 那這個楊助良 要走不走 這個變成台灣的一個笑柄 那王清空呢 要走 不走 要留不留 他現在變成被你逼走了 所以這個變成按照他講 叫做國際笑柄 你後面說被我逼走了 沒有這個事 我只是核准他情緒 我沒有逼他走 因為他本來說 堅持不走 一走就是笑柄 結果孩子走了 這個 我想這兩位政務官 變成你的頭痛問題 他們兩個有一個 一樣的事情 就是他們都是一意孤行 就是說講他自己的話 沒有把你放在眼內 那楊助良說 要走 你馬上跟他衛留 那為什麼 王清空 不走 說要走 你都沒有跟他衛留呢 你應該也跟他衛留一下 這兩件事不一樣的 不一樣 但是他們一樣都是他們一意孤行 好像都沒有跟你講 就自己對外太多發言 而且他們有一個一樣的 他們兩個都推給選舉 那楊助理長說 平緩選舉的話 後果殃民 那那個王清空說 考慮選舉什麼都別做 怎麼都推給選舉呢 那我請那個 我們 部長好不好 我們江部長是管選舉的 那我來請教你們有關選舉的問題 其實民主政治本來就選舉很好啊 有什麼不好 所以其實問題不在選舉 問題在於 夠度認真選舉或是用奧寶來選舉 所以不務正業 按照楊署長講法就是說 為了選舉啊 只有三四名的立法委員 要搞到上個總統都要成人忽顯 然後呢 政治人士 助國家政務以不顧 只要選舉 各部會重要政策就要停擺 意思就是說 部院長帶著各部長 可能到處去選舉啦 他意思是這樣 而且害他喔 想要推動什麼事情 不能推動 所以他就覺得選舉也不好 那我們 江部長馬上說 那我改成721已經在進行了 所以他大概是溝通不良 他不知道你已經在進行了 他竟然還會怪到選舉太多 其實不是選舉太多嘛 因為你也常常在選舉知道 其實是選舉喔 的時候不務正務啦 這才是大問題 所以我今天跟你探討三個問題 選舉的問題 第一個 會選的問題 如果沒有會選 為什麼要改選呢 第二個是地制法跟選舉的關係 第三個 是你們要推的不在籍投票 的問題 首先會選的問題 這個 坦白講我有點 抱怨啦 深作其害啦 這個我們嘉義齁 我在選市長的時候剛剛好發生一個事情 就是有一個原來是國民黨黨官的黃作庸先生 他後來做了市委會的省監委員 到他去買票 自己做 自己買票 自己在做選選委員自己買票 被抓到 其實很壞耶 被抓到以後呢 這個 這個很難看 那我們最近的議長也被抓到 議長會選也被抓到 嘉義是 所以這個很難看 這個對我們嘉義的這個所謂民主勝利是一大無數 但是我就去找完清風部長說 奇怪耶 議員會選抓到一千多個人已經花出一千多個人 你們為什麼都沒有去問他說 這個議員選這個 啊市長選哪一個 也就是說這個是二合一三合一嘛 人民都知道二合一就一起買 三合一一起買 啊怎麼我們的這個警察同仁也好 選選都找不到 都說二一三合一 這一點啊 如果會選不出的話 恐怕是未來六合一七合一 坦白更危險 所以重點是在這個會選的這個問題 第二個 地制法的問題 事實上地制法我們已經通過了 我覺得說這個是坦白講 我相信院長是民選出身過 你知道一定是蠻奇怪的啦 所以說這是帝王 皇帝自己的想法啦 因為在根據國民黨的住庫啊 在二零二年左右 他曾經寫過一個 地方自治是不是能夠落實 地方自治能夠落實是在於地方民選的所長 能有充分的人數任用權 啊這一點啊 我相信你做過高雄市長也做過南投嗎 所以你一定知道這是對的 這個明顯市長就有人事任用權 你說這句話是對的嗎 對話是住戶 有部分對部分不對喔 好人做地方所長喔 那就是對的 我這是引用國民黨的住庫 你給他充分的人事權喔 剛好他用壞人 所以這不一定就是對的 那這是引用國民黨的住庫發表的東西 住庫多數都很好 但南邊也有一些不一定很周延的 什麼叫壞人的 這地治法結果變成什麼呢 台北市是主派旗長 這個有人事任用權 結果呢 新北市是保送旗長 那大高雄大台南大台中 是也有主派的 也有因為他混在一起嘛 也有主派也有保送的 那這個叫做一國三制 可以需要到這麼亂嗎 為什麼要駐造保送旗長這些黑官呢 他沒有人事任用權喔 他是用機要 他不是市長主派喔 還可以一坐坐坐連 這一點很奇怪 所以呢 大家看人民出來反對吧 哪裡有這麼好康呢 所以旗長的保送 侵犯到市長的 人事任免權 他怎麼用保送的呢 這很奇怪做九連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喔 那而且萬一免職的時候 慘了 這個免職之後 再來是要用主派的 還是又要再寫 還是什麼 這個有點混亂喔 那旗政族行為也是一樣 大概也是一國三制 像台北市高雄市 沒有旗政族行為 但是深閣的縣市有族行為 所以這個就像大台中大台南 那當然是有的有的沒有 這很奇怪 所以根據我們民族進步黨的民調啊 他說鄉鎮市長選舉 有大概商務制度的人民是反對 直接升任的啦 連國民黨泛藍的 清國民黨的中間聲明 也有百之六十 其實是反對的 但是為什麼還要這樣搞 為什麼要違背商務制度的名利這樣搞呢 為什麼要硬幹呢 其實這個很輕實嘛對不對 因為齁 有五十六位是福爾這個駐隔的 那裡面只有九位是民族進步黨的 也就是不到六分之一啦 所以這個替這些人找公眾來把握 現在五黨籍的最多 那個委員這個數字只沾顯了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對這個就是 五黨籍的比例比較多 我知道五黨籍的 但是民進黨的比較少嘛 那五黨籍的大概不會做到市長 我們那個制度轉軌考慮的不是政黨背景 考慮的是經驗長程 你選手出身的你不懂這個政治 所以 整個討論的過程也沒有人支持做的 民選的 竹俠宿的 宿長的 我們現在是坐山望樹看無呢 民主進步黨很多可能會選上呢 當然國民黨在拚啊 那好 如果民主進步黨的選上市長的話 應該我們 我黨籍大概不會選上市長啦 這些市長啊 升任起來的 不是民進黨只有六分之一 萬一不聽話怎麼辦 阻礙市政發展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誇張不好 坦白講地制法 我們一直要求 也難怪這個馬英九 這個地制法以後呢 民調不聲反降 所以這一點我希望 我們很 很遺憾啊 這已經過了 請這個江部長 你們在主行的時候 也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讓能夠這個竹俠宿的宿長 有一點人事的任用錢 要盡量尊重 我覺得選舉不是問題啦 宿沒有信心 靠奧伯 綁裝 出向難看 這個才是問題 所以那個楊署長講的其實不對 對一半啦 選舉太多 不是選舉太多 奧伯太多啦 這不好 那第二個 江部長最近推的不再舉投票 我覺得要非常小心 因為這個東西會當幽靈人口普及化跟方便化 如果 如果 不再舉投票 如果不再舉投票 按照 那你為什麼不在里長的時候實施呢 里長選舉的時候 可以再實施啊 因為這個投票率比較低啊 委員是不是實施不再舉投票 主要考慮的是 他是不是單一選擇 在你的技術上 困難度 困難度 但是你的理由 所以跟是什麼層級的選舉會議案 如果你的理由是提高投票率是不對的 好 所以重點 是在於說 拜託 把會選真的降低好不好 那國民黨恐怕職無旁貸嘛 如果 如果把會選降低 你不再投票 大家會贊成 沒有的話 不可以 好不好 那江部長這就拜託 這選舉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常常會選是警政署還有法務部的責任 我們從來沒有放出 處理的時候就亂推一通號 這樣子非常危險 那 院長我再來要跟你討論 一個問題 我可以不會請江部長回去休息 請那個人賴 賴主委好不好 謝謝 賴姓年賴主委 謝謝 主委會賴主委 對 你要走快一點 因為時間還還在算 走路的時間還繼續在算 好 院長主委 對這個ECFA 可以說是有一半的民眾 有一點沒有信心 而且擔心我們經濟上 會被綁裝 這一點 已經有不少的 這個民調出來 比如像說 這個不太清楚是 跟對岸簽個ECFA的時候 讓人民參與表達意見的 有85%說應該 第二個 人民公投決定 也有71% 然後呢 同意舉辦ECFA公投 可以讓政府 談判說有比較多籌碼的 也有60% 那熱門應該反簽 比較安心的 有62.5% 像這些名利是很清楚 也就是說 人民是希望知道真相 我也知道你們到處去辦活動 甚至還抽獎 補助30萬 可不可以補助我 我進教育辦一場 好不好 所以這個ECFA 要簽著前面 如果能夠公佈真相 擴大討論 如果能夠在國會把關 我們院長也是國會出身的 在這裡成立兩岸事務監督小組 以及簽名公投 我相信你們的這個民意基礎就好很多 以後要談就好很多 所以我已經提案 應該有立法院將ECFA加護公投 當然這個台聯 你以前的台聯 他們在推動ECFA要公投 這就是讓你們ECFA有比較多的民意基礎 那我們也知道說你們這次要跟他們談 其實國共也不是第一次談 常常談都是失敗比較多 國共和談三次都這樣 國共在談 以前我們跟台灣跟日本談的時候 這個行錢還不錯 大阪N航錢有到手 但是我們跟中國談說沒有N航錢 所以這樣這個兩個華航長榮 可以說苦不堪言 沒有N航錢 沒有N航錢 好 所以你們一直Painman 宣稱ECFA有好處 這個你們any提早期受審清單 保證中國的農產品永不進口 低價產品不傾銷等等 以及這些產品的防禦條款嗎 你們這次都要提嗎 要不要 如果不提的話 只有講好的 不講壞的 這是很不負責任的喔 不過跟委員報告 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推動兩岸經濟協議一定是會秉持高度的這個國會監督跟透明化的原則 這一點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也承諾 我們要成立兩岸的繩議小組 好 那你們繼續看 ECFA如果不小心簽會以後 恐怕是很多技術會轉移到中國 結果結果 結果都在談什麼 失業問題 633 這個完全無關 真的委員 真的委員 所以這部門要非常小心 所以這部門要非常小心 醫師是無關的 那我們為什麼不跟其他國家先簽FTA呢 您也非常清楚 在民進黨執政的時代 我們也在努力 那現在我們也會同時在努力 對不起我們要叫你回答 這不是陸委會的 簽FTA不是陸委會的事情 我們屬手沒有放棄 其實過去也跟別的國家先簽過 幾乎還會繼續 好一定要繼續 比如說中國沒有意見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不能簽FTA是來自中國 所以如果我們只有跟中國簽FTA 不跟其他簽FTA 我們很多可能要透過中國才能出口到其他國家 這個反而不是在貿易自由化 反而是保護主義 保護去中國才能夠輸出到其他國家 中國產品的都輸出到台灣 裡面很多都無關 你常常說龍山變的是不是英國 開放水平新年注重 還是開放像這個 人民需要做到真相 所以如果沒有簽FTA的話 最好是不要簽FTA 那不簽FTA會不會死 你們好幾個都說會死 但真相是這個 不簽有些產業 我跟你講 今年一月到二月 大家敢看 不管是外銷 外銷中國 外銷東協 今年一到二月 我們還沒有簽FTA 都成長 那個是因為去年的基期太低 沒有錯啦 但是市場率降低 對啊 你看現在就會講這個 平常都說我們進步很多 所以才要加油啊 東協在大陸市場市場率 它在提升 我們在降低 你認為胡文會真的贈力給我們嗎 最近一直講贈力的問題 他們是傻瓜嗎 那真相是什麼 真相他們就是說 來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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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